什麼時候才能抵達理想的天堂 我發音對嗎? 你發音對啊 你剛剛到時候的口氣是怎樣 我覺得很好笑 嗨大家好我是明雪 我是小光 我們今天要來看離此過去的黑歷史 是不是曾經年少輕狂的時候 在Facebook上發了很多見不得人的留言 我一點忘記 但是應該大家都有年輕不懂事的時候吧 然後我們今天準備了籤筒 10、11、12 這樣進來抽 剪刀 輸的啊 輸的先抽 剪到石頭布 2018 今年 今年喔 周月份 今年如果要12月那我就不用看了 1月 好保守喔 這不就今年的事情嗎 就今年1月啊 去電玩站比較早回家 今天最後一天 都是電玩站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啊 我分…我去抽獎不好意思 只抽獎的貼文 沒有抽到 然後春行 喔 看戲的 看戲買票 回到家裡了 冬天騎車的人都是勇者 我好生胚肌 喔 我1月中的時候回家 然後那一天呢 我弟弟剛好出去玩 他不在家 結果門被鎖起來 我進不了家門 所以我在大半夜 幾點 有幾點嗎 我在大半夜的時候 騎車去夜店找我弟拿鑰匙 你透露了弟弟的行蹤了啦 弟弟去夜店玩 這天超冷耶 喔 過來的時候 待飯 我覺得還好啊 就是一個迷媚的行程 跟被弟弟衝鋼的行程 跟現在差不了多少 然後 八婆招募 當年還 八婆招募 然後 陳怡軒的歌 好聽 玩遊戲的八婆影片 八婆 沒東西耶 收得真好 1月1號 卡通回歸 沒東西 我覺得沒有讓你羞恥到 沒東西 我開心 2018年我過得很好 謝謝大家 好 換我抽 好 抽年份 2014 2014 2014耶 好 2月 2月 請問那時候是 大幾 我不知道 大 大一吧 大一 大一的 寒假 大一的寒假 這是一個神魔的世界 竟然被小朋友拖著看神魔 我那時候 因為我大學的時候 就是有 啊 幹嘛啦 都縮小 哇 好喝素喔 素顏的小風 素顏的小風 夠囉 我就沒辦法說放 我大學的時候 應該會有很多 跟小朋友有關的貼文 因為我大學的時候 在一個慈善協會 說故事給小朋友聽 大部分都小朋友 小朋友 跟朋友一起去貓空 放學後一起逛街 喔 對啊 我都沒有跟朋友放學後一起逛街 為什麼 沒朋友 懶啦 宅啦 對啦 廢宅 你下班後一起去逛街 一樣我不想逛街 你打工就像買水果 對 就是去那個慈善協會 哇 每次去都送很多水果 這是我那個 這是我去那個苗栗的一間 一間親子餐廳 超級 上面是你們畫的嗎 我畫的 哇 就是很大的黑板牆 然後我在上面畫 粉筆畫 超厲害 超級厲害 然後有空可以去大湖採草莓喔 對 半跑完邊拉筋邊畫畫 我怎麼畫 可能是就趴著 然後就前面就擺一個本子 然後就畫畫吧 獵人 那時候獵人去長版 哇 跟人家約好了就突然生病 欸 我也會 因為要出門的時候 就真的那天就頭痛 對啊 出不了門 超常這樣子欸 然後當天又說不好意思身體不舒服 病 那什麼 喔 我身體不舒服 是 狗狗 你家狗狗嗎 對啊 Juby 他那時候好像 就是 生病 哎唷 煩餒 好多照片喔 開心 好多照片喔 煩 過年 過年 欸欸欸欸 這這一月了 幹什麼鬧心 都看了一篇 都看了一篇 好 看到小楓很多照片 慢租 好 換你啊 換你抽一個 8 又是8 又是8 2018有什麼好看的 就很愛8啊 22 9月 9月 我應該是大2 我大3 大3 不是我講高3啦 2012年9月 Pico 我當年很喜歡的一個 他一開始在MikoNiko上面唱歌 然後他就是聲線可以唱男生可以唱女生 超級可愛 外面月亮很圓 我整一個人在宿舍吃晚餐 我室友跟我說他沒有要出門 可是跑出去了 中秋節快樂 好無聊喔我在幹嘛 欸我9月好吵喔 我9月好吵喔 對啊現在才看了好幾篇 然後還在9月30號 我看了3篇我還在9月30 9月最後一天不就是9月30嗎 我在吵什麼 9月30號我去吃麻辣鍋 我在幹嘛 沒有公車也要發文 對 大家晚安 夜唱很累 不過很開心 時間是自己的 但我好像不會用 哇 差兩碼 差兩碼我就中特獎 恩X 欸我記得 我那時候在對 對發票 然後我真的對得很開心 因為一直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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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中到最後差兩碼 恩 然後發現我中的是特獎 然後就是零 喔 特獎要全中才會有 我還以為至少得到個 沒有 零 沒關係QQ 然後9月30 阿好我去看泰哥人幫你 然後 欸我9月好吵喔 為什麼我這時候這麼吵 好吵喔 我每次都會發幾個痛快啊 趕快找重點 精神異異睡不著覺 還沒去過虎大花園夜市 發Q 發Q 我的手機好像會露簡訊 欸 好想玩 好想聽 我在打什麼劇本 為什麼大二要打劇本啊 你新聞系 我忘記我那時候在幹嘛了 分享一個貼文 今天要12點半前睡覺 誰都不可以阻止我 那你有成功嗎 欸我做到了 我回復說我做到了 六年前 六年前我有成功在12點半前睡 現在都幾點睡 我就兩點 太晚了吧 我每天的目標還是12點半前睡覺 但好像兩點才會睡 啊有蟑螂 我家有蟑螂 然後消失了打不到 你還在合適 對就合適的是那種平的地板 然後沒有架高的床 然後旁邊出現了蟑螂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很懺悔 對不起我錯了 我不會再買耳環了 帶出去一次上面的球球自在 我要把阿姨家消失了 我耳環很多 欸我九月好吵喔 是只有九月吵嗎 大學時期嗎 大一大約應該非常吵 阿魚脫甜光 你不想要冰嗎 你還是好聽 花12點多了 剛剛才說12點半以前要睡覺 啊上台北 有前一天 午餐我媽做了南瓜濃湯 然後看起來是綠色的 我還有的是咖哩 沒有它是南瓜濃湯 綠色的南瓜濃湯 因為沒有削皮 把皮一起拿去 那是什麼炸嗎 拿去薄雞炸 它就是綠色的 可是很好喝 童恩 講當年很喜歡童恩 現在是 不是當年嗎 不是啊因為他像不見了啊 童恩現在不知道在哪裡 收集你的時間只剩明天一天 上天保佑我順利收完 0.0現在進度0% 這什麼這什麼 這什麼 我朋友分享了一張猛男的照片 喜歡哪一個 一堆猛男的集合圖 在我的臉書上 看一下你留多少 我回多少啊 我沒有回 有啊 我沒有回 我回說你貼這什麼意思 然後從到尾我自己沒有回 他們在下面聊得很開心 分享大蟲貼照 沒了 分享一個 九月第一則天文 分享一個 我弟在做布丁 看他完全沒有看食譜 我有點兒擔心 我有點兒擔心成品 大於小於 沒有東西耶 好像蠻無聊的 有點多 來 好換紅 11 2011 為什麼你衝那麼前面啊 來 繼續 3月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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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哇塞超以前的 哇 好煩喔 你好棒喔 你好煩喔 你好多照片喔 沒有照片 我就戴口罩那個啊 你在哪 戴口罩那個啊 你看出來是你啊 而且你短髮欸 沒有我綁頭髮 應該吧 沒了 2011年 你好像三月就只有一折貼尾 蛤 因為那時候我剛辦FB 所以我都沒什麼發文 對對對 好啦得到一張 七年前小包的照片 翻 我也一 3月 跟一樣耶 我們有洗牌嗎 有啊 有洗 不好意思喔 2011年才半 好啦不算 從前 從前 哇 2011年才半 好像差不多那個時候 開始流行 9 不對啊 不行 不行啊 8 天啊 2 2 8月 我剛說9月現在8月 應該也很吵吧 應該就是同樣很吵吧 手機送修之後整個人不對勁 加上要找的人找不到 我要找誰啊 啊 我要找我大 高中 國中朋友 啊 沒有意外外 你手機一直壞掉耶 對 欸我每 我每次手機都會壞掉 喝咖啡 指甲彩繪 耶 阿卡露子 現在是沒了 好可愛喔 自己畫的嗎 欸不對去給人家做的 是嗎 失憶 蛤 怎麼辦 我現在覺得狗狗其實也可以 某大型 某大型犬是誰 喔你原本是 你是貓 然後現在覺得 當全排好像也可以是嗎 我是全排的 我是全排的 我沒有討厭我們家狗 你家有養狗 我家養狗 然後你還是肉派的 欸對 你家他們家 不是我沒有 我們家的狗活得很好 你家怎麼對得起你們家樂狗呢 他們全家要放來台北 樂狗會給我來台北 來樂狗要一起來台北 有 有 不要亂講話 樂狗會一起來台北 阿遠 喔難贏 有什麼 哇 你呢你呢你在哪 我來找你不要跟我講 好 這個阿這個 還好我藏在最後面 藏在最裡面 喔朋友生日 那你是哪個 我在裡面阿 你在哪 哈哈 這個喔 喔你以前沒有瀏海 還有這個 我以前好可愛喔 真的髮型很成熟的感覺 來的阿 喜歡Michelle有沒有瀏海呢 感覺很像人妻耶 蛤 蛤 我覺得 我那時候幾歲 我那時候才20歲 欸19 19吧 就看起來比較 20 19 看起來比較樸素 然後勤儉持家的感覺 我就是在稱讚耶 沒有 你說像人妻 人妻有什麼不好 結婚就是 結婚不好嗎 年紀很大 也有年輕的媽媽好不好 重要的是之前容易生病 對 你也是 對 GOT TO DANCE 很好看 應該是電影吧 我要又去海邊玩 哇我2012年一直在玩 大學生活 晚安台北 公車快來我要回家 為什麼這種事情要發文 我好像不太會發這種文 為什麼這種東西要發文 以前還是做客運來台北 以前還沒有高鐵 有 可是很貴 所以我都做客運 一直要做5個小時 好累喔 你有大概一層的文都是在講 跟交通有關的耶 對 等車頭就會發文 等不到車發文 車來就發文 然後 哇 64人 難過 你有時變4個人的時候 然後 打雷 打雷也要發文 怕打雷喔 打雷 因為很吵 打雷也要發文 小體大隻 好奇怪喔 黑暗奇是超好看的啦 最後哭超慘的 我的天 就這樣兩句就發一個文 我覺得有一點 有一點讚版面耶 不好意思喔很吵啊 當年就很吵 那妳看哪一齣電影也不吵 妳看每個電影都會哭嗎 英雄片也會哭 喜劇片也會哭 喜劇片也會哭 喜劇片要看吧 喜劇片 哪有 我好想 改天我們去看電影 好啊 看到他講會一起笑 他講是上田龍爺 一個被我弟欺騙的動態 我第一小時前打電話說他要買宵夜回來 回來之後什麼都沒買 然後雖然沒有很想吃 但我不要這樣欺騙我的感情 感覺跟弟弟感情也不錯耶 為什麼這個要發文 我現在好不懂我在幹嘛 我跟我弟講不就好了 我廢 TOTO RICO好好看喔 老婆跟女朋友好正 男主角怎麼可以這麼爽 男主角怎麼可以這麼爽是什麼 他有一個老婆一個女朋友的意思吧 我有點忘記這部電影在演什麼了 好 攔截記憶嘛 他剛剛睡著耶 你看到自己睡著 我覺得很好看 然後我應該講錯了一個什麼 講錯了一個什麼 物理觀念還是什麼的 然後就被唸了很多天 好 用手機連線上網看動畫會斷斷循序的 讓好好的看獵人不行嗎 看獵人 好醜 然後我就誒要來了嗎 對吧 自己的要來台灣也要發文 正常啦 大概有五成的迷妹貼文 對 然後可不然我房間窗戶拼命搖洞 拜託不要掉下來 應該是颱風天 颱風天 我等一下好吵 你發現以後為什麼要發那麼多文 我發現以後好吵 那是什麼特別的天嗎 就是為什麼要發那麼多文 好吵喔 現在應該有五六篇了吧 這是照片 這應該是照片 照片所以應該不一樣 嗯 很多照片 你大學會化妝嗎 好像大一大二還不太會 2014 2014感覺不錯 我上網就不能抽近一點 11月 喔 我那時候上大學上課 然後再做一個作業 就是我們小組要做 用真的餅乾糖果做一個糖果屋 然後想要用一些燈泡 所以就借了一些 自己去切片 還蠻好玩的 就算發燒也要來見我的孩子 沒想到我變成好熱血的老師 有小孩人生就圓滿了 等於W等於E 哈哈 就這樣了 把傾向之前進度補完之後才發現 開錯檔了 好可憐喔 喔對啊 開錯檔 欸沒了 也不多嘛 沒了 為什麼我這麼醜 對啊 你看我多安靜 一個月 我平均一個禮拜八一次文 嗯嗯嗯 一天就八四次 一天都 又是八 不給你抽八 七 四 欸等一下 雖然 我要講一下 2017年12月31號 Kartu要回歸 我的人生充滿意義 最近用正面積極的態度面對的理髮 真的是 這是迷妹 2017年4月 快來登錄啦 給我Mac 我分享一個Shadowhost的粉專頁 印表機勸你工作喔 印表機的時候是怎樣 那時候在威脅印表機 勸他工作 聽到提升機就開始哭的 一個很懷舊的一首歌 拍影片送你去NikoNiko超會議 三元嗎 那時候辦了一個活動 拍影片然後看你吃不了什麼 然後你去挑戰的話 如果你的按讚數是那個活動裡面最高的話 就抽獎送你去看NikoNiko超會議 分享了一個Capsule的貼文 捉鬼特工隊 黑熊跟倩桑的時候的 是兩者活動 然後直劇場 完全變成直劇場的小粉絲了 就Youtube City的貼文 拍了樂團的影片 好了看完了 有沒有變很安靜 好多了 開始工作就是不一樣了 開始工作就安靜了 但是數量還是滿多 還是比我學生的時候多耶 Sorry 沒有朋友 我只能在網路上找朋友 沒有沒有 我才沒有朋友 我發文都沒有人要看 所以我乾脆不要放 怎麼又是4 欸呀 4 我想要小禮物 喔 這是我們那時候的傳記展 就是四星大學都會有的傳記展 坐在電腦前一直畫畫畫畫好開心 可是畫到肩膀好緊 真的好不舒服 還好我有體貼弟弟幫我按摩肩膀 羨慕嗎 畫到肩膀也很緊的人們 這怎樣 我大學的時候常常會發一些 跟小朋友有關的文 或是跟我弟玩的文 然後大家都說我是地空 你是啊 那你不是嗎 我不是啊 我覺得不是地空啊 就是 只是跟弟弟玩在一起而已 你就是地空 久違的堂妹 一天的保姆 五次的海盜船 欸這不是你發的 有我啊 差超多 把頭髮 整個綁起來的小楓 大家快看 超可怕 因為那時候比較肉 然後美化妝 素顏 然後又沒戴眼鏡 我覺得好赤裸 好可怕 還有一張 他不就長一樣 好多照片 認養不棄養 別讓可愛的動物們失去溫暖 都是在分享我們那時候的專題 知道這是誰嗎 我看到了 那我無聊做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是誰 我大學是唸那個動畫 所以想當初剛摸3D的時候 還覺得很新奇 然後自己見了我 唸一個東西 現在就算了 我不想開了 媽呀什麼的 再繼續分享 學校的比賽 對啊 上禮拜被唸太重學生後 滴網 欸你 滴網 滴落過 還好我沒忘 尋找新的方式 嘗試 也收到了好的回應 雖然仍然 需要溝通 但是今天重拾信心 超級愉悅 好勵志喔 家的小明星太可愛了 媽媽按個讚吧 蛤 那是我表妹 這是歌詞嗎 太過拘泥 甚至於無法自拔 我不知道欸 我看一下是文青還是歌詞 恍神過戰最終迷失的方向 夜太黑好難認清前方 什麼時候才能抵達林鄉的天堂 好文青喔 好文青喔 是不是文青還是歌詞 那應該是文青 好像是 我忘記我那時候幹嘛了 你怎麼了 忘了 因為失火 我那時候就是 我通勤啊 所以我要到北車 然後再轉捷運 然後好像那時候 可能是北車捷運 電梯失火還是怎麼樣 那一次 然後我就遲到了 比較像現在的小楓 小黑炭 這個是那種 這個是那個 測驗嗎 測驗 沒了 欸我們沒什麼黑歷史欸 對啊 終於翻到一個文青文 超級文青 還忘記那時候在幹嘛 你念一下這個 幹嘛啦 我把這個念出來 我要剪提升 太過於拘泥 甚至無法自拔 恍神過戰 最終迷失了方向 夜太黑 好難認清前方 什麼時候 才能抵達理想的天堂 我發音對嗎 你發音對啊 你剛剛倒說一口氣怎樣 我覺得很好笑 什麼時候才能抵達理想的天堂 好文青喔 無品聲音 可是那時候有啦 年輕的時候覺得 有理想需要抒發 就是 我的人生怎麼那麼苦到 年輕人不是都會嗎 哇 現在應該是我人生最苦的時候 可是不是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分享我們FB的黑歷史 我覺得最有價值的就是小楓的文青貼文 我真的完全忘記我那時候是在講什麼事情 哇 真的是看不出來 你平常是一個少女 是嗎 就是始終如一啊 一半的迷妹 然後真的 一半交通 還有一本的手機 對手機一直壞掉 我手機真的一直壞掉 我最近應該有一篇手機壞掉的貼文 那應該是主人的問題 我覺得米學FB太吵了 不好意思 我現在話少很多了 過往的貼文 會有種雖然覺得很羞恥 可是有種來回顧自己人生的感覺 忘記的部分可以這樣 其實我比較多黑歷史 應該在普朗版回給你們看的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訂閱包括頻道 不要開啟小鈴鐺喔 那如果有任何想說的話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欄告訴我們 也可以去follow我們的Instagram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